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新一届国会将选出新任众议院议长 但最新消息显示呼声最高的共和党领袖麦凯西 没有获得足够支持 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后掌握众议院435席当中的222席 取得多数议席 麦凯西至少需要一半议员及218票才能够当选议长 意味他最多只能失去4名党内议员的支持 不过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说 准备投票反对麦凯西的共和党议员人数多达两位数 当内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 麦凯西在对抗民主党方面态度不够强硬 报道说如果麦凯西无法在首轮投票当中当选 将会是一个世纪以来首位角逐众议院议长席位的多数党领袖 在首轮投票中失利 麦凯西在会前与共和党众议员开会 努力争取支持 根据白宫今天公布的日程表 拜登总统计划在白宫举行仪式 纪念2021年1月6日国会预袭事件两周年 据报道 拜登将透过6日的活动罕见的介入前总统川普支持者暴动 所引起的争议性问题 川普的这些支持者当时打断了国会确认拜登2020年当选资格的议程 拜登曾谴责这起暴动对民主与法治构成威胁 但他很少公开指明道性的谈论川普 并将自己任内的目标定在团结全国以及消除两党分歧 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 上月要求联邦司法部以四项罪名起诉川普 包括妨碍公务程序以及叛乱 是国会史上首次将一位前总统与刑事起诉 向其并论 由于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出现故障 佛州多座机场昨天出现航班延误 数百架次进出港航班受影响 联邦航空局说出现问题的是 空中交通中心处理航路交通的电脑系统 故障导致进出佛州空域的数百架次航班出现延误 迈阿密国际机场发言人说 此次系统故障出现在迈阿密空中交通管制中心 造成航班延误持续大约6小时 在节日出行高峰 大量的旅客滞留机场 根据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 执法人员和医护人员将评估 照顾近日抵达公园的大约300名移民 并将他们送往基纬斯特市 声明说照顾移民需要资源和空间 考虑到访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 关闭公园是必要的 预计公园将关闭数日直到另行通知 邦老说除了抵达干归岛国家公园的大约300名移民之外 过去几天还有一百六十多名移民抵达佛罗里达州的交道群其他地点 这些移民是在跨年夜前后开始涌入佛州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